一下就是说 这里假如说我今天就有什么发表 秀出来的结果 我们秀结果 1到9 2到18 像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地方 看到的结果就是说 它 前面的部分当然可以对齐没有问题 可是到后面的部分就没办法对齐 因为我这个地方 给它两个空白 然后秀出结果出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表格能够整整齐齐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利用另外 这个我刚提到的就是说 Print F 里面 除了说F的参数之外 你还可以用一个D 那所谓D的部分就是整数的部分 也就是整数如果我今天 下一个3D的话 那也就是这地方我可以在 这个值 传进来的值我自动给它 三位数字 自动 补上 就是说 这地方自动补上 比如说我秀出来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自动会刚刚好对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会自动变成什么 三位数 也就是说它自动前面补上两个空白 一二三 有没有 那如果说三位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两位数 补一个就好了 因为它缺一个 利用这样的参数 我可以秀出我要的 结果 那这个 仅限于在 整数部分 所以是D的部分 那 就算了 好 好 谢谢大家